你知道福宝隔离日记到底有多火吗? 第三期的福宝日记更是火出了一个新高度 视频发布的第二天该视频的播放量就达到了将近400万 总共有11条关于福宝的话题登上各个平台的热搜 总阅读量超过一亿次 其中福宝已开始在外场踩实这一词条连续11个小时霸占榜位 可以说福宝的每一次出镜都能在网上掀起一阵热潮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福宝还未展出就有这么多热搜 更大的流量还在后头呢 这就是媒体传播的力量 曾经只能守着动物园一片小小天地的国宝 如今可以走进千家万户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国宝 虽然这画质有些许朦胧 但是并没有耽误我们福宝的颜值 看起来依然是如此的可爱 因为福宝的魅力实在无可抵挡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福宝爱上福宝 其实我们已经不仅仅是爱上福宝这么简单了 而是一看到福宝就会觉得很治愈 心灵都得到了安慰 每天朝思暮想只是想看一眼福宝就足够了 这个孩子就是有这种神奇的力量 让人一看到他就会觉得幸福 有多少人是第一眼看到福宝就喜欢上他的 这就是福宝的魅力 福宝已经隔离了将近两个月了 这两个月是如此的漫长 有多少以每天一打开手机 就要看看有没有福宝的最新消息 目前看来福宝不会在五一期间展出来 希望大家不要着急 美好的事情都是需要耐心等待的